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太空中漂浮着一艘巨大的远古飞船 出于未知的灾难 飞船半路熄火 船员待在冷冻舱里 漂浮了几个世纪变成干尸 船上装满了神秘的分子流体 它们能让金属塑料等变成土壤和生命 这个设定似乎也能看到奥威尔号的影子 这部下城舰员很爱借鉴一些设定 然后讲述不同的故事 喜瑞都号奋命前去牵引这艘远古飞船 而这位大胡子兄弟 开着他们犀利的梅塞德号前来帮忙 舰长正在慷慨沉词 商业互吹 玛丽却喝歉连天 他对这种无聊的客套话颇感厌烦 说这么多不就是把一艘破船拉走吗 玛丽散漫的态度激怒了大胡子 你的船员似乎还不明白这是任务的重要性 哼 舰长只能打个圆场 玩世把玛丽留下来骂一顿 你这样在外人面前让我很没面子啊 玛丽拍个锤子 毕竟舰长是他亲妈 做个回脸走人 不明真相的大幅无法理解 这样的垃圾舰员怎么还不开除 就算你不想直接开除 也可以变着法子逼他主动离职 比如给他丢一堆张苦类的活 哎 醍醐灌顶 名门正派的舰长就是想不到这样的损招 在下城舰员的宿舍里 布拉德收到了一个清理会议室的任务 开心的到处显摆 毕竟会议室里往来500丁全是高级官员 他们的食品复制机有我们没有的菜 毒包肉 小龙虾 香辣肥肠 露猪蹄 希望我也能趁一点吃的 此时的小草则更加兴奋 他的任务竟然是去见证一位修仙党的升天 有些人掌握了外星冥想奥义 达到内心的协调 就能脱离物质领域 成为一股纯能量 也就是所谓的修仙得道 第一次见证这种修仙党就挺兴奋的 玛丽看看自己的任务清单 修理高速电梯 清理过滤器积碳 全息假扮废物清楚 要么危险要么脏 你想啊 全息投影房间里 多少寂寞的汉子在那里 模拟了不可描述的场景 留下了不可描述的废物 这可能是全传最差的火了 小草满脸好奇 走进修仙党的房间 中间的这位兄弟正在寻求升天 坐不住的小草四处溜达 打翻了一面罗 为了救罗又扑散了修仙党的沙坛场 这沙坛他可是花了两年 用来反映内心的平静 这下内心还怎么平和 马上爆炸 升天是不可能的 女主玛丽先去干最脏的活 做全息投影房间里的废物清理 他差点把去年吃的饭给吐出来 挂掉过滤器上的积碳 也是又脏又无聊 马力索性提议大家下注 赌随能先清理完毕 买大买小买定离手 工作突然就变得有趣了 大副把情况报告给舰长 再苦再累 人家也能苦中作乐 这样下去 他自己是不会辞职的 舰长眼珠一转 没憋好屁 永远要试着逆向思考 既然他喜欢吃苦 喜欢基层 那我就偏不让他待在基层 舰长把马力喊来会议室 当场给他升职加薪 现在你不再是下位 而是中位 必须参加咱们的管理层会议 会议上大家总在 争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而这是马力最烦的活动之一 升职加薪后的马力 有了自己的房间 但是也有了开不完的会 一会要去审查报告 一会要参加管理培训 还要和管理层打牌搜索 一天下来 他躺在自己的两米大床上 心如死灰 布拉德却酸溜溜地 参观马力的新房间 凭什么你会升职 一只懒洋洋不听指挥 干尽缺德事 马力说他就是做自己而已 说完就被召唤去谈话了 布拉德突然误了 感觉自己的思路被打开 原来领导成喜欢 不按规矩办事的人 从今天起 他要做个坏坏的boy 舰长喊来马力 问他要不要辞职 在这里待下去 可是要步步高声的 就问你怕不怕 马力知道他没按好行 但也没什么办法 此时一起负责牵引的船长 有点不甘寂寞 工作太无聊 他想搞点动作 彰显自己的指挥能力 飞让船员 把飞船开得更近一点 男人嘛 他要多出点力 远古飞船的外壳 却在瑟瑟发抖 很快脱离组织 飞船里面保存的 神秘液体泄露出来 顺着飞船的牵引光线 攻城掠地 所到这处 金属随机变化成 各种地质矿物 席瑞多号惨遭牵连 神秘活性物质改造飞船 大幅沉着应对 有序智慧 坏坏的包业布拉德 却趁乱拿来一杯热咖啡 喂饮 飞船被各种矿物 和未知疼慢攻信 四处漏水 惨不忍 正在和修仙党 道歉的小草 被一起困住 修仙党不会轻易原谅 本来开开心心要升天 现在鸡飞蛋打 一塌糊涂 小草终于失去耐心 我才不在意 你能不能升天 我就是不希望 别人不喜欢我 一想到被别人讨厌 我连觉都睡不着 正说话间 有点慌 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要升天 我是装的 这年头内卷太厉害了 想在星际战舰 脱颖而出 难以登天 为了让自己显得特别 我才谎称得道 同样是想被人注意 希望被人喜欢的两个人 突然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灾难却接踵而至 他们逃出水窝 又跳进了石头镇 硕大的石块 铺天盖地的砸下来 修仙党在关键时候牺牲自己 救下了钢结石的自己 刚才还在吵架的母女俩 终于被突然间的 三奔地裂团结起来 拿起石头发挥 鱼工一餐的精神 开挖隧道 舰长的控制欲太强 对玛丽的每一个决定 都指手画脚 用什么石头怎么挖 如何握住绳子 用什么速度下滑 这些正是他和玛丽的矛盾之缘 玛丽终于忍不住开始喷人 不要以为我还是小孩子 明明是你不够成熟 还想用下三辆的手段 逼我离开 舰长无语 二人很快来到总控室 玛丽几乎本能的 想到了应对措施 稳得一批 舰长看在眼里颇感欣慰 用这种气底碰满飞船 就能触发还原反应 让一切恢复原状 刚才还在胸口碎大时的 修仙党突然获救 捡回一条命 喜笑掩开 大难不死的肾上腺素 很容易被误会为爱情的冲动 两人情不自禁 信心相惜 修仙党有点飘 轻如红毛 悬浮空中 这一刻他圆满了 要升天了 假装修仙这么多年 似乎有点入戏太深 消灭肉身 精神涌存 看来升天的过程并不愉悦 修仙党痛苦的嚎叫 他不想升天了 他能看清世界万物 宇宙的平衡在烤拉背上 时间没有意义 像是遭了满清十大酷刑 修仙党就这么折腾了好一回 才终于变成能量 无计可寻 却又无处不在 唉 没事秀什么心 这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 危机过去后 指挥部派来上将表扬舰长和玛丽 玛丽知道自己是时候露一手了 他疯狂的嘲笑上将的口音和秃顶 终于如愿以偿被夺了心 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下层渐员 感觉浑身轻松 布拉德得之后 心里自然不能平衡 你就用我追求的一切 却一点也不在乎 咱们可还怎么做朋友啊 玛丽表示 你我本无缘 全靠酒肉称证 我这还留着高级官员的饭卡呢 想吃什么管够 布拉德拼了命往上爬 步步艰难 玛丽却稀里糊涂 平步青云 郁门的布拉德开始研究其中的成功学 结论是领导喜欢不守规则的建源 这和现实中的成功学一样不靠谱 我们看得见的成功因素 往往只是根基 拥有类似根基的人一定没那么少 但真正野蛮生长的实属粪毛菱角 也许是时代大事 也许是个人背景 我们看不见的因素暗流涌动 让所谓的成功充满偶然 正因为充满偶然 成功才显得稀缺 如果复制某些因素就能获得 那成功一定会成为泛滥的廉价品 就像这集里面的修仙党 按照修仙指南 撞模作样好多年 却在一个偶然的瞬间意外得到 而得到的感觉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 反倒是像一颗残遭收割的韭菜 痛苦哀嚎 最近网络上有很多叫人得到发财的短视频 上来就说自己做账号 跟嗑瓜子一样轻松 运入多少多少W 他有系统的教程和一对一辅导 不要998 也不要698 现实优惠只要198 多少奔着得到去的人 踊跃掏药包 连同自己的智商和W一起上交 却不会稍微想想 座号赚钱如果那么简单 谁还愿意铁牙走行 来赚这个韭菜钱 毫不夸张的说 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教程 都是不可信的 循环美好的蓝图只是镰刀 最终的目的有且只有一个 那就是割韭菜 所谓的成功必须用偶然性 来保证自己的稀缺性 和饥饿营销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成功很容易被复制的话 那和失败有什么区别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